大家好 欢迎访问海星微课堂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Ninux小微穷BOX 一个虚拟远见平台 今天是系列一之一 是安装MAX虚拟机 MAX就是一个苹果的桌面板系统 那么今天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准备工作 首先是第二个部分是虚拟机的配置 第三个是畅节备份 首先我来说一下准备工作 我说一下我的 课程平台 那我先打开终端 输入 看一下我这个念键信息 那么 首先我这个系统是 Linux Menta 17.3 是两年前的一个版本 那个CPU是4核的CPU 就是RU4核的CPU 内存是8G 那个磁碟 它就是普通的磁碟 因为这个它电脑几年前的 所以它是普通的磁盘信息 我再说一下它 那个分辨率 那我现在的分辨率是最高 只支持1366到768 为了变远录制节目 录制视频 我就把这个 调整为 1280到710 你看这里打那个新昂 就是我当前的一个分辨率 我同时我这边也写了一个图文教程 这里一个图文教程 那我现在要先 然后准备工作之后 需要安装 这个Venture BOX的一个原体 那么我这个是平台 你直接一般 这个Ment 是支持Ubuntu下面的 直接按照 直接用这个命运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按照以后 记得按照一下扣掌包 因为有些扣掌包还是需要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下载 那个进销文件 进销文件 我把这个两个文件 一个是存在一个Google云盘 一个是存在一个百度网盘 我这里都有提供了 稍后这篇文章的链接地址 我会在那个视频的下方给出 那么就是先准备工作 我先把我的准备工作 就先我这个 下载的 存在 存到这里面来了 就是我把这个 磁盘存到这里面来了 就是那个虚拟机的那个文件 然后我这个已经脏了 我直接打开我这个WentureBOX 打开脏了 那么第二步我们就是说 要新建一个虚拟机 那么我们直接从这里点击新建 这里输入一个 直接是输入一个 Max10吧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是 Max10.12的版本 我直接称Max10 然后这个内存 可能因为我是8G的内存 我再调到一半 是096 那么实际上直接 因为我们一直从那个网盘里面 直接下这个虚拟液盘文件 我直接点击这个选择 一个选择到刚才这个目录下面 这个文件 然后点击创建 好 在创建完以后 然后我们就修改一下 它那个配置信息 那我们点击选择这里 然后点击设置 那么第一步 第一个 我们把它系统调整一下 我们用远盘启动 把远盘启动 你要把远区 勾去掉 你看我们这个 CPU 我们搞了两核 两个CPU 因为我总共是四核 不能弄得太多了 只能用两核 因为显存 我这个值有最大值有128 我就把它全部搞去 因为Max 它需要那个显示的显存 还是要求很高的 这个其他的就不变了 这个网络 我直接是用 Net网络 直接跟本机同样一个网络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关 就要放主数最小化 然后我就 第二步 就要调整 MacOS的一个CPU型号 因为我们虚拟机 如果你不调整的话 就是肯定不跟Max 操作系统不兼容的 我们这里直接 直接把这个调整性 调整 我直接把这个 因为我的 这个我名称 也是用MacOS10 所以我这里直接复制了 因为我这是一致的 如果你不一致 你就修改过来 你要把这个内容 复制一下 然后我再打开我的一个终端 这里打开终端 不需要用什么权限提权限的这些信息 因为以前我用提权限 总是出错 所以我直接就在当前的命令行下面 直接把这个粘贴进去 OK 这已经就全部 你没有出错的话 没有错误信息的话 就代表OK了 然后再退出 那么这样配置以后 我们就来调整 就启动OS进行安装 那我再点击安装 OK 它已经在运行启动了 然后我把这个放在全屏操作吧 好 首先我这个已经放在全屏 因为我这个分辨率比较低 所以它这个只有这么大 因为我这里选择了一个 因为我这个主要是用于脸色的一些系统 所以我还是直接使用脸的变以后 后面的输入出问题 我直接使用美国的一些信息 美国的一个键盘信息 点击下一步 直接使用是美国的 点击下一步 那这里会提示问你 我们选择no 且这个定位服务 我们不选择 继续 你看这里选择 不选不适用 这个要你参加账号 我们因为我这个是测试的 我也不参加账号了 直接用下一步 你用这个跳过 你看我们要同意它的协议 同意 你看这个输入名 这里有一个用户名 我直接输了一个密码 我都 这里提示这个地方不能用 我们就直接随便输一个什么 好 这里选择10区 我们直接选择中国的 就选择中国上海了 你要点击下一步 继续 你看这里会问你一些信息 我们读 对的 我读不够 你看继续 你要在另外你使用这个 一个语音助手的话 我们也不选择 这里进行设置 稍等几分钟 这里会认证你的硬盘信息 OK 因为我分辨率比较低 所以它下面的就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现在把放在小屏里面去 对 它这个就已经全部 全部配上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 进行的苹果 进行一些相关的设置 这个就是自己 因为我做测试用的 所以我一般就是说 张完以后 我会把这个系统 关机 好 关机以后 因为我这个系统 已经是非常干净的系统的话 我们第三步 我就会把这个系统藏进一个 增生一个备份 我直接要点这个就这样 我一个 对 就原始系统 你看这个备份 你就可以直接针对自己的描述 进去备份 我再直接用Clean 然后确定 它就帮我这里已经生成了一个 假设我也从这里设定以后 你看我就需要还原的话 我直接就还原到这个系统 这个是很方便 用于测试的 今天的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关注我的工作号 给我留言 或者在视频的 YouTube的视频下面 给我留言 好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